好 这个上网的步伐还有第二种方式 也就是如果这个球离你比较远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后交叉 后交叉步伐就启动完以后 这个左脚会越过你的这个右脚 然后再做这个攻坚步上网 所以他快速一点感觉是启动 这个后交叉 这个后交叉 它的移动范围会比较大了 因为你的第一步已经越过了这个右脚 所以你的空间会比较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做这个攻坚步 整体移动的感觉 空间就更加大 然后就可以更远 这个就后交叉 你们要学会去用的这个步伐 关注我 想了解更多羽毛球教学的话 评论区里告诉我 这个上网步伐有分三种移动的方式 第一种 如果球比较快速的 比如说对方放了网 或者是对方掉了一个球比较快了 我们就要用并步 并步的感觉就是启动完 你的左脚一进 然后右脚迈出去做弓箭步 所以它是一个小 然后再大的步伐 快速一点感觉是 为什么我们要用并步去接这个快速球呢 因为这个并步首先 这个左脚它是小步的 所以它一小步以后 它一衔接 这个弓箭步的话 它会很快 所以它有一个短 然后突然间 加快的一个爆发力 或者是一个推动力吧 所以它的感觉有一个左脚 一二 再快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好去接 这个快速球 关注我想了解更多羽毛球教学的话 评论区里告诉我